王伟哲现在被市民给骂翻了 我们根据最新的岩调公司公布的数据 包含了台南跟台中 两都的市长网络声量其实都不算是很高 而好感度却是六都数一数二的 在高雄市的部分 市长陈其迈因为疫苗开打 吸收了一波正能量好感度很高 而好感度最低的就属于台北市长柯文哲了 虽然网络声量是其他县市的5到10倍 但是负面声量高达25万则 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引了柯文哲 而针对违解封则强调19号之后会再修正 在指挥中心宣布13号开始要违解封之后的 第一个周末新北市长侯友宜到卖场巡视 分流状况也要针对未来违解封之后的情形 进行滚动序检讨 到了7月19号如果大家防疫 以及所有的隐形传播链 还有疫苗的施打力 能够不断的提升 我相信我们会把部分该给市民 不断的在防疫底下的新型态 安全生活的指引 不断的来告诉我们市民 新北市第一时间公布的违解封 跟三级警戒的管制差不了多少 六都的解封方式大不同 民众对市长的好感度也大不同 仔细看看六都市长声量 台中市 台南市以及桃园市 网路声量都落在两万则以下 不过没声量不代表就是坏事 像是黄伟哲以及卢秀燕的正负 评比值逼近一 好感度 反而高过其他四都 上直播创造不少话题 也让柯市长冲到第一名 不过仔细来看 除了高雄市长陈其曼 因为疫苗开打 吸收了一波正声量 好感度来到零点五九 侯友宜虽然虚症满意度不差 但疫情严重 他的负面声量 也比正面声量多了超过一倍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负面声量更是超过 二十五万则是六都之冠 好感度也低到零点二三 有声量就是好声量的时代 已经过去 现阶段做好防疫 或许才是获得民众支持的最大关键 华世新闻的潘建议台报导 同胞建议台报导